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我昨天晚上来 一走起来 说喊我们住这一栋 门拿来锁起 连找他妈一把钥匙 找了一个小时 没在哪一个人 晓得那个钥匙在哪里的 找找找找找 找了半天 最后终于找到了 找到了以后进来 结果那栋都住满了的 又全部退去出镜 又不晓得找 又该哪个字 连住哪里都不晓得 最后找到房间 整理过了小时 找房间找到旁边那栋 他好像住下了 所以他妈一叫到今天早上 到今天中午都要十二点钟了 早饭都没有吃一顿 饭都没有吃 我说什么呀 照这种情况下去 他不是一天只吃一顿吗 我说什么呀 这个人的富士 一栋楼 就几个人 我也不想他们到底一天在忙下着 是看他们忙的不起 走过去走过来的 我说什么 没忙的一件证事出来 一会儿这个人喊 这个人喊 这个人喊 老后的跟骨子喊昏了 我说什么 他也不晓得该住下这 我感觉他就是无所事从 这些从乡镇上拿起来的衣服人员 我日马两天 别给他吃了一碗妈不走 他妈卖批政府那些到底啥子写得搞些啥子劲儿嘛 我说你妈又真正的 这个不是温不温到的事情 你觉得我日马有这种情况 又能闷多天咯 啥子东西都没安排好 从封闭那天到现在 到今天是第五天了吧 我日马又连这点点东西都没安排好 还难过抗议啊 日马认得我死了还抗议 抗过保险啊抗 我日马那些党领导里 没得几人里的 坐在那位置搞定安排啥子 几人事情嘛 我不晓得那么多天 他们到底安排了那些啥子东西出来 对啊 我就感觉就像没得人智慧的 日马又抵抗那些工作的人也不晓得自己该住下子 反正哪里喊他就回到哪里 这个就是他的工作 没得一点系统来搞这些事情的 我日马从我楼上给我拿到一起来 我们住到一栋楼 我日马带一个带两个碗 一个我朋友带两个碗 一个婴儿才几个月 还有一个碗才几岁 也带起来 我日马那些饭都没得吃的 搞你妈妈妈不是要我死人 是要啥子呢 我日马我刚刚听到富士哲 那个流动的管理人员在外头问 不晓得哪一个房间问 哪个发烧 我怕你妈妈也听 真是啥子 是啊 刚刚我接着搞市场的人的电话 我就跟他摆了几句 我日马也借过他跟我讲人也没找到 连食堂的设备都还没有买到 我日马还真是啥子呢 老子那是 不晓得好久才整理好这些事情 连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这东西都没有准备好 你说这个东西要好久才搞得好 什么样子 当真把脑子饿得 老喝了我吃了我才不做饭 我日马脑子把脑子饿死在这里 哎呀 你们 我看这个市场把你们全部喊起来了 我看你们也不一定搞得了个啥子 知道吗 因为到时候把你们喊起来 连炒菜的锅子都没得给你的时候 那你能抓着 你还没脑子也站着旺子去 对不对 就像他说的设备的是啥子 今天都没准备好 来男子嘛 来手操啊 我们一过来